你好 我的天哪也好大那桶 这个阿姨在洗菜 这边特别有那个民族风起味 叔叔阿姨们 二姐呢飞去了吗 没有 要不是说一个节目 我现在给我二姐打个电话 让她过来呢 我觉得她应该在大姨家 让她过来 我们两个一起去找小苗哥 小苗哥应该收获回来了的 每头两万 我的天那这牛还挺值钱的 还挺值钱的 是不是叔叔阿姨们 点点赞 谢谢谢谢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你自己去吧 我觉得我自己去有点 有点激动有点紧张 好那行 那我现在怎么说呢 我去说阿姨们我就话不多说 我现在直接去找小苗哥可以吧 见了面来个大大的拥抱 哈哈 找什么找你干什么 你 你过来干嘛 你觉得我过来干嘛 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不知道 我做了什么事情 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不是我开直播你不要 把话说的这么难听 我我做了啥 你是我姐吗 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自己不是 不是我那个天来靠别说人家要走路呢 不是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我做了啥 你看看你今天都发了什么 你还说你做了什么 我那个钱你 这啥你跟着我干嘛有病吧 我去找什么 你怎么走 走我不能走啊 我走不走管管跟你 你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啥事情 你平常把那些视频放上去啊 啥视频啊 哦 那个视频啊 你自己说呢 你明明说可求小苗哥 我们两个吃饭 还搞小苗哥全程都在记录 不然的话 你看我们丢你都丢到家了 还不让我们发你 你你现在有理了是吧 我跟你讲 我这个天哪 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跟你们说一下 对他那个喝酒的视频吗 就是他前面 什么喝酒 我跟你 你别说我给你 你平常把这视频发下去 凭什么 就凭你 就凭你 前面假兮兮的请我们吃饭 这会不会道歉了吗 你你觉得道歉有用吗 你真的丢你 你多丢你啊 你想要钱我把钱给你们啊 什么要钱把钱给你们 你有病是吧 前面我跟你们说 叔叔阿姨哥姐姐姐们 你知不知道多丢脸 你还知道丢脸啊 那你为什么 你当时跑的时候 你咋觉得不丢脸呢 是不是直播界的叔叔阿姨们 我哪里跑了 我现在开直播 我就说咋的 我开我开直播说呢 我就开直播说 叔叔阿姨哥姐姐们 他就是前天请我们吃饭 然后前面 你你自己不知道吗 前面还打了个电话 哦 真的说的比唱的多还好听 喊小苗哥直接喊表姐 我是求你们帮事 求我 你求我们帮事 那你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 后面直接跑单了 你们又不帮我 为什么要请你们吃饭 那你为什么 你你前面就 你如果你不想请我们吃饭 就前面就别说呀 你们帮我去付钱 你们不帮我付什么钱 嗯对了吧你 来看个你的脸 真的是 我就照脸 我开直播就照你咋的 让直播接着叔叔阿姨哥姐们 看一下 这是我表弟 他前天请我们吃饭 后面直接干了 嗯 你自己还拿了两包烟 拿了最贵的酒 后面直接把酒 他直接说我给我不想要钱 那你把视频删了呀 我就不删 我就不删咋的 来那你给我钱吧 来 你给我钱 你你又拿不出来钱 你说啥呢 是不是叔叔阿姨们 来来我给你 一个钱有很多吗 我看你有多少钱 我那个钱9块钱 我去 你得了吧 是刷一个个姐姐们 还得了吧 这件事情我们自己知道算了 你还发到网上去什么意思呀 你还知道 你明知道丢你 我们是亲戚吗 我们是亲戚啊 我还是表弟 你 有你这么当表姐的吗 我自己 把自己表弟发到网上去网报 你好意思吗 有你这么当表弟的吗 你为什么前面请我们吃饭 而且小苗哥 你也知道小苗哥 我们两个的事 我们我一个表弟请人家小苗哥 你小苗哥吃饭 后面直接跑了 你觉得我不丢脸吗 我我跟小苗哥怎么样 你觉得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你还是我表弟吗 你你这样说的话 我都还没跟你算账 还有我跟你讲 直播接着去刷一个姐姐们 我现在把账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 还有我跟你讲 以后 以后不管是啥时候 你不要给我介绍什么相亲对象 也不要把我的微信 你随便推给别人什么陌生人 我不管他是男的女的 都不行 不我不能推给你 推给你那些孤棚狗友 什么给我介绍对象 你有逼是吧 谁孤棚狗友了 你明什么孤棚狗 男的不是吗 你天天出去跟那些孤棚狗友 喝酒打事儿 把人家打 好歹他们没网报 没像你这个当姐一样 把自己电影网上网报 还发了视频 网报你知道什么叫网报吗 这还不是网报吗 这是网报吗 这几个小时之后有好几个人 给我发消息 还打视频 你不是要家座丢脸吗 那家座的脸 你还知道丢脸的 给你们看一下叔叔阿姨 各位姐姐们 她说还丢脸 这不丢脸吗 你干嘛 你还要发 我就照咋的呀 要不是你讲我可以告你 你知不知道这个 侵犯人家消暇权 你知不知道 你得了吧你 那我跟你讲 你直接问我 这侵犯家里叔叔阿姨 你这是不是侵犯消暇权 来我们两个一个一个的说 那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就是前面什么给我 就是在你究竟那边说这儿说那儿的 还给我介绍什么 就介绍什么对象 我偏说不用不用 你们这不是打扰到我吗 这不涉及到我的人生自由权吗 我也可以告你 我跟你讲 你真的是什么人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真的是别跟着我 一边去 我要找小梅哥 骑死我了 去刷一个姐姐们 解决了 怎么解决你说 给钱 给钱 你不想你不想把这事给下来 那就去给钱 给给多少钱 两千 啊 我没听清楚 不好意思 没听清楚 说刷一个姐妹 我没听清楚 不是你跟着我干嘛 你你又不给钱 我不跟你干什么 你跟着我有病 你跟着我干嘛呢 你要把事被删了呀 我好现在好好跟你说 你把那事被删了呀 我就不 我就不说什么了 来 你自己说为什么要删 你已经侵犯到我了 侵犯到我的隐私了 还隐私 你还知道隐私啊 这我本来就是我们 我请你们吃饭 就是自己家的事情 你还发到网上去 你丢不丢脸呀 你觉得呢 你不丢脸我丢脸 那你为什么在 舅舅你舅舅和阿妞 这边一直捣乱我 我捣乱了吗 还让你爸给我介绍什么 我们那边当地的什么 我都说了 这不是我介绍的 这不是我 得了吧 我爸介绍了 难道不是你吗 你别我 我不知道 真的是什么人吗 我不要现在打电话问问 那你打呀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那你打呀 你咋不敢打呀 哎真的是 刷一哥哥姐姐们 你只包子粉 没有是刷一哥哥姐姐们 包子粉 我的天哪 包子粉 我们都跟别人合作了 然后就是 嗯收不到了 知道吧 收不到 收不到 一个女孩 跟了蜡苗小苗 现在有嘴滑舌的 现在自己弟的话都不信了 你跟了蜡苗小苗的 先把你的牙刷给我 再跟我讲 真的是一天到晚 哈哈哈 嗯 嗯 真的是什么亲戚吗 什么亲戚 我还你什么亲戚啊 把我放到网上 你好意思吗 你是我姐吗 你是我亲戚吗 本事前 童哥先相见和太极 你知不知道这个意思呀 你还上过学 连我这不上学 都知道这个意思 哦 你也知道呀 那我来 来 我们两个和皮亲和 也不要吵 不要闹 好好地讲 那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个条件 什么这还要条件 是你把我发上去的 哇 你得了吧 前天你请我们吃饭 你知道我们有多丢脸吗 而且你还对下没有个发脾气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你丢了 真的 你可以线下找我呀 你会想要发到网上去呀 你发现网上去的目的何在 意义何在 嗯 继续说 来来来 继续说 来 继续呀 你明知道我二姐跟你的 我二姐不同意跟你 跟你回去结婚 你还要强迫我二姐 我强迫了吗 还在你 还在你就 还在你爸爸那说说说 还让你爸爸给你出点子 还请我们吃饭 到了之后 我们不愿意交易之后 你直接跑了 你这啥意思 你自己说 你没有帮我 你 是你 是你错再先好吧 我哪里错 你告诉我 我哪里错 你先说出来 我哪里错 你自己不错吗 我哪里错了 来 我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说他 他错在哪里 这我本来就是地点玩我去 我带我自己自己的 我也会去回去找人啊 我只是想要他跟我回去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你们一定要阻拦 那苗小妹还要管我们的这事情 我已经跟他说的很清楚了 你还可以不用管呢 你闭嘴 苗小妹一口一个苗小妹 我跟你讲 你问人家 小妹哥要钱要两百三百的时候 你叫的是小妹哥表姐夫 你现在人家 人家不同意做这个交易了 你直接还人家苗小妹是吧 你说什么人 你来你自己 你自己说说 你这是做人吗 他都 你做人是这个样子做的吗 我跟你讲表弟 我知道你是我亲表弟 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对得起人家知道吧 人家给你钱的时候你在哪儿啊 你是不是在跟你那些姑朋友喝酒 一起去一起去出去吃饭 我不吃你 你请我们吃个饭 你请我们吃个饭 最后还跑单 还拿了最贵的最贵的酒和烟 这些我都不说了 你为什么让你 你让你爸爸给我介绍对象 我都说 那不是我介绍 我不跟我爸说的 他自己看视频知道的 我有什么办法 你说呢 他自己要自助准则呢 那我给你讲 直播间的数损 还不成我还要拿第一把刀 夹在我爸的脖子上 让我他别给你介绍 别吵 别吵 行不行 我开直播呢 是你要跟我吵的 我都说了好事 你把这个视频下来就行 直播间的数损一哥几吗 我们我我开直播 我在工作 我开直播 我们两个好坏的说 可以吗 我已经在好好说 是我本来 我本来是 我本来是前面开开心心的 我我给小苗哥吃了 一腿围巾送过去的 那你半路上跳出来 你这 这是我一会儿跟我吵 一会儿跟我闹的 这干嘛呢 这是我想 是不是数损一妈 我跟你讲 那我跟你讲 那个舅舅 前面 你请我们吃饭 然后后面有交易没做成 你直接跑了 那为什么舅舅 第二天就给小苗哥打电话说 在我们那边介绍了一个当地什么有名的小网红 还是家庭条件不错 你只是难道不是你说的吗 我闭嘴吧你 我只是跟他说了 你不帮我的事情 我 然后他自己主张的时候 我有一种办法 是的呀 你你跟他说 你不帮我 我不帮你的事情 你舅舅才这样的呀 难道不是吗 对不对 叔叔阿姨们 你这话说 难不成 我要架着拿着一把刀架着我爸的脖子上 要跟我说 爸你别说了别说了 他的思想我能管住吗 他的行为 你能不能别跟我吵了行吗 我我这是在吵吗 我和想跟你吵 你为什么每次我开直播都过来吵呢 因为是你把这个事情发到网上的 不然我也不想来 现在要面对你要一天到晚 我跟你讲 如果你那次 尊重小苗哥我们两个 你觉得我会发吗 我哪里不尊重 你哪里尊重我们了 你哪里 你的一举一都哪里 是你们要骗我们的 我们 我们哪里骗你了 我们跟你说好了 要做这个交易了吗 是你把我们骗到那的 还丢了那么大的你 这个事情就 我就不追究了 真的是什么人吗 我哪里骗你们 你们饭没吃吗 你们没吃没喝吗 搞得好像就我一个人吃了 对对就我一个人吃了 好 以后我把钱给你们可以了吧 来你给钱啊 来 你不就微信不就只有9块钱吗 你给啊 500块钱 来啊 那没钱就来 给你们看这书刷一个姐姐们 你看 那现在你这个事情要怎么办 你现在必须把视频删了 不然你给我钱 哼 就什么意思 你给我钱我就删 我凭什么要删 我凭什么要删啊 我我让全我都看看你这个嘴脸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到底 你别以为我表弟 我就让人呢 我跟你讲 小时候 小时候你把我 你把我 我在 我在 就是地下 然后你在树上 用那个棍子还有什么石头砸我 把我砸伤了 我这个事情我都 因为我爸妈在那儿 我都没有跟你说 我都没有跟你追究什么的 来来那你现在砸回来 要不要 我给你砸 我现在我长大了 我可不像你那么幼稚 人气人气人气 吃个饭 最后还跑单 还买了两包烟 搞不搞笑你 现在还跑出来跟我 跟我把那个视频删了 你搞你自己觉得你不幼稚吗 我幼稚是你们要把我发在网上去 我求你们发在网上 你别说话 叔叔阿姨跟姐们 你们觉得我表弟优不幼稚 你们觉得呢叔叔阿姨们 我真的搞不懂他知道吧 你看还在还在那看呢 你到底现在要怎么样 才能把这个视频删了 我可就要 你现在又不删 现在已经气泛了 我消下全了 还气泛 你气泛到我隐私了 我这真的可以报警的 现在 我因为你是我姐 我也想和你私下解决这个事情 你现在你又不删 又不给我钱 又是什么意思吗 那个视频本来就是真实的呀 真实的 可是你 你要结果别人同意 我都没同意 别人 别的明星出厂费 他妈那些